歡迎來到下王篇 這部影片要結束世界教學了 主角以獅,在夏天出生在沙漠地 特性是會需要供品,不然會生氣氣 供品需要在夏王出現的時候去給供品 時間最多延長6天 最佳供品是岩石 一顆延長0.33天 總機會需要給予18顆 另外給予沙灘玩具 會給你懶人傳送塔 刮地皮頭盔的藍圖 給予玩具會給你一顆沙之石 如果不給供品的話,夏王會生氣 並且瞄準角色底下形成天坑 天坑會把建築物破壞 同時回復成一般地面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全修復 生氣完之後,時間會重置為6天 所以面對夏王除了打死,就只能限上供品 或不管他讓他生氣 生氣的時候遠離家園就好了 而要找到夏王,需要在夏天開始時 才能在沙漠地形找到他 但如果遇到下雨,夏王則會躲起來 打夏王之前需要準備沙漠烏無盡 可以在綠洲湖泊釣魚釣起起舟的包裹 有機率開到藍圖 還能開到玩具或其他藍圖 你看這邊 這邊最奇怪的藍圖 製作,色彩在這裡 開始 開始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下場教學 希望要進入下一個階段 一部開始除了會講解龍鷹以及各種黑科技 外還會穿插角色教學 歡迎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